而這次更震撼人心的除了這是一個高水準的學潮之外 也是一個高執行效率的運動 我們看到33050萬人民站上凱道 這是短短兩三天就舉辦的一個成果 我們可以看到這似乎是比更多幾萬人演唱會 還要來得更出色 帶給大家這麼多感動的除了學生之外 真的要說團結力量大 這背後還有很多的公民團體NGO非營利事業組織 大家一塊來付出 也展現了台灣群眾力量的可貴之處 330人民站出來 凱道遊行下午開始 各方不斷湧入人潮 道路旁搭起的帳篷 堆滿各方包括NGO團體送來的物資 參加人數不斷攀升 但一切井然有序 比起其他兩三萬人 事前整命規劃的演唱會 這場學運號召的群眾運動 只花短短幾天 就有如此大的號召力 相較在十年前一個活動要形成 他可能需要一個月以上兩個月以上的企劃準備 可是我發現這些同學他們從決定要辦一個活動 他們很可能三天就可以把所有在網路上的討論分工 有些時候因為很多人的協助反而會大家因為意見不同 可是你在這次的活動裡面你看到的是 他們非常有效率的溝通 搭建舞台只是第一步 還有氣氛控制 不同樂團上台的音響設備 這背後都有不少公民團體幫忙協調提供 你不得不懷疑說這到底是事前規劃還是還是怎麼做到的 但他就是這麼自然的呈現在所有的群眾的面前 就是你就是會被感動 我覺得有時候被感動的時候你已經不在乎 他到底有多少的企劃的能力 或者說他有多少的規劃的idea 台灣的政治晚會早就行之有年 但是學生在最低成本之下 卻能夠有最高水平的展現 看來是他們的理念深深打動了各方專業人士 讓他們願意傾囊相助 記者綜合報導